那我们所做的是用甘蔗去做猫砂 那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希望能做出又环保又粗臭且价格较低 吸水性更好的一款猫砂 那我们甘蔗猫砂的特色是用料比其他款猫砂还要更单纯 那我们的用料有巨皮新生纳、挂豆胶以及淀粉 皆是可使用性的添加物 那我们最主要的甘蔗砂也是纯天然的 能让务实的维息大大的降低 然后我们最主要的甘蔗砂也是废弃的 所以会更加的便宜且环保 那这个表格就是我们所采买药品所花的钱 那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无成本的 然后我们还有测吸水性以及除错性 皆比市场上的还要更好一些 那我们吸水性的测试是用总空干种去减掉总吸水种 就会是我们猫砂所吸的水 那再用猫砂 再用吸水量去除以猫砂所用的重量 就会是一颗猫砂所用涉吸的水 那这个表格就是我们所测试的 我们总共测试三个 平均一颗猫砂的吸水量约八克左右 这两个表格是我们所做出来的结果 那除错性我们所做的六个结果与空白试验所相比起来的话 可以看到出来基本上是除错的效率都差不多 那我们的创意发展是因为家里有养猫的人都知道 猫砂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品 所以想当然钱也支出相当的大 而且又很重 所以我们才希望做出一款又环保 价格又低 且又大又轻的猫砂 那这个就是下位我们所制作的流程图 这个是甘蔗渣的制备 那这个是半成品的制作 那半成品呢是还没有加入活性碳以及果皮 那我们出错的测试是这里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药屏以及器材 那我们所用的原理有聚比性酸钠的扩散原理 和化而多胶的胶体黏着 还有冷冻干燥 那我们甘蔗猫砂的产品公用 有吸水性以及除错性 那让猫咪上完后厕所的排泄物能够包覆在其中 吸收其水分 结块且不容易碎成小碎屑 那除错我们是用天然的烘干干柑 以达到除错 然后还可以达到环境消耗分的作用 那我们的操作就跟一般的猫砂是一样的 那我们制作是先从甘蔗渣开始 将甘蔗渣泡在清氧化那30分钟 再用水 再加水煮300度 用300度煮30分钟 煮完后放入烘香烘干 将其磨碎 加入 加入瓜耳椒 玉米淀粉 聚比基特纳 小苏打 以及活性碳 搅拌均匀后 就是半成品 那我们可以先用半成品来测猫砂的吸水性 那我们测吸水性的方式是用 先拿一个透明的塑胶盒 在底部铺满厨房纸巾 将半成品倒入透明的塑胶盒中 然后约4公分处 用已经染过红色的3M氨水 来去滴猫砂 它直至底部的纸巾也染成红色为止 那 染成红色之后就可以将结块的部分挖出 来去称重 烘干 然后去计算一颗猫砂的吸水量 那这也是我们实验过程中所拍的出 那这两个表格是我们所做出来的结果 一克吸水量 平均一克有的猫砂的吸水量是8克左右 那我们图臭性的测试是 把红色的水位氏值沾去离子水 然后放在表布 放在培养面上 然后往猫砂里面滴5滴的3MNH4OH 然后从滴一滴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计时 直至红色的水位氏值变色为止 就是计时停止的时刻 并做7个试验 那我们做出来的结果是 效率 除臭的效率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冷冻干燥 我们做冷冻干燥的好处是 能让能保有粉状所没有的粘性 然后冷冻干燥完后 也可以产生像海绵一样的缝隙 有更多的缝隙 而且具有粘性 可以很好地解决我们药品 原本分散不平均的问题 然后下面是我们所做的参赛日志 竞赛日志 谢谢各位的聆听